剛剛那些文字都可以翻 都可以翻譯 剛剛這邊比較慢 沒有關係 它進來了 各位你找看看好不好 我在Google的線上應用程式 你把它去過去我們一起找看看 我把它翻譯 上面有沒有一個翻譯 因為我們如果不是學那個的 我們不知道那個名詞是什麼 請他翻譯一下就好了 你看他用變裝文了 對我們來講相對比較簡單 我把外皮拿掉 皮膚拿掉就可以變嘔吐 像是跟他的肌肉 你點一下就好了 等一下 而且其實你看我把它拿掉比較多 我們只看骨頭 好只看骨頭 骨頭有那麼多 你要看的時候不方便 你看我們這樣弄 你還可以選擇你看 頭的 我只看頭 有沒有 那你如果要移上哪一點沒有關係 這裡可以移 進來一點整輪 對不對 你要不要覺得蠻可怕 因為其實真的 就長這樣 你每個打開之後 有沒有發現 左耳 你看他會給你看 耳朵就長這樣 對阿 對阿 你看那些六爪先 他會有關你左耳的一些資料 就跑出來 他等於把網路上那些就整合在一起 而且你也可以把他標上 哈哈哈哈 他叫做分mark有沒有 書籤 你可以加入之後變成私人的 你可以變成公眾的 比如說我自己我覺得 我要標示哪幾個點 我覺得比較重要的 你可以標示一下 我們叫坎均均均 比如說你給他看心臟怎麼跳的 他就給你看 你這樣嗎 蹦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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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這樣可以看得很清楚 這個對於其實我們一般 因為像這種 以前要看的話 很不容易 你沒有那種三出自己的概念 你不知道哪個骨頭長在哪裡 哪個肌肉長什麼樣子 那特色這個方式就很簡單 然後蹦蹦蹦蹦 他給你看到 你原來 我們心臟是這樣跳的 你知道 這叫做鼓動脈蹦 你如果不知道點到他 他會有個提示 這裡沒有 對不對 那你從前面看 從後面看 不一樣 有沒有 心律師 心綁探動 心腹探動 不一樣 哈哈哈 有的 像你那個 有的喝咖啡啊 會 會那個 心腹的 所以我是要跟各位講說 有這樣的東西 那其實你要做 三光節 你老人 比較容易這個地方 會被扔到 你受傷 髒關節 他還有做動畫 像這個他還有做動畫 給你看一下怎麼裝進去 哈哈哈哈 這個算比較特殊應用 那 所以這個叫做Google的什麼 線上應用程序 當然有沒有 大概了解了 那當然這個算比較特殊的學習 那麼你可以看到 如果說你是比較一般的 比如說你要做這個雲端體系統 也可以 那 像這個 我把你什麼 重複到那個 這個你們手上好像沒有這個 我之後來 又改版再加進去 對不對 那你可以稍微找一下 有興趣你可以找找 因為他也有很多分類 你看你用的智慧型手機你就知道 我們會去找一些所謂的APP 英勇程式 因為 系統來了 可能有些東西不符合你的使用 我們去增加 那 另外如果你要比較多功能 比如說你要編輯照片 編輯影音 這裡有一個 AVI ARY 這家公司出了很多 不管你照片編輯 生命的編輯 還有什麼 呃 那 你要把它編一下 你用這個關鍵去找一下 你用這個關鍵去找一下 對 對 你用這個關鍵去找一下 你用這個關鍵去找一下 雖然都界面都英文的 雖然都界面都英文的 在這邊有沒有 音樂的創作對不對 聲音的編輯 那 這個 顏色的 還有什麼 像這個像樣的 還有普遍的編輯 都很多 這就是普遍的編輯 所以你如果加起來 這樣就很單純 因為 當你回到你的手藝的時候 我們就直接點下去就不用了 電腦不用安裝 等到哪裡就可以用 就是其實慢慢以後 其實也會變這樣子 因為畢竟應用程式的運算能 越來越強吧 所以在網路這塊會 越來越發達 當然 但是以目前來講 還需要一段時間 可是慢慢的會 往這個趨勢走 所以 這樣子 有沒有發現 Google有很多 活動的功能 對不對 那這個就給各位參考一下 我會進去 到來 到來 21 你